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特殊短信 一些热心的网友会故意回调短信 和对方激情互动一番 不过玩笑归玩笑 你一定也发现了 如此类似的色情短信是越来越多 除这种独具本地特色之外 还有许多境外色情网站的短信 也接踵而来 一些爱好浏览特殊网站的男性 不免在心中会犯嘀咕 这些色情短信真的和你平时浏览的网页有关吗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大家的手机号码呢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我们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首先读者要先揭露一个残忍的事实 发这些信息的并不是真正的女人 而是一群躲在互联网背后的大汉 并且通过号码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骚扰短信全都来自于境外 比如007是俄罗斯 0099是菲律宾 00855是柬埔寨 至于这些短信 为什么会发到大家手机上 读者可以明确告诉你 收到骚扰短信和机主平时游览网站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但绝不会太大 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小秘密 被别人发现 证据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一些老年人的手机也会收到这样的短信 之所以我们会收到类似短信 其实和流行了好多年的诈骗信息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换了些更隐晦的表达罢了 这些短信通常除了露骨的话语外 都会附带一个吸引你点击的链接 你要是一时把持不住点了 就引导你下载一个从没听说过的颜色APP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点击过他们发来的链接 但为了这期视频读者还是愿意尝试一下的 结果这不点不要紧 一点进去差点没出来 要是读者没记错的话 某斗好像是被端掉了吧 虽然有传言他们已经东山再起 但应该不至于这么大张旗鼓地搞宣传 其实仔细一看明眼人都清楚 这就是个山寨软件而已 进入下载安装页面 清一色水军的评论 竟然把软件刷到4.9的高分 说下一题 大家以后下载软件的时候 千万别评分和评论 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几十块就能刷出几百条好评 而且在安卓手机的下载界面 居然能写着苹果官方推荐 也是相当离谱了 一旦某人好奇地安装了 除了软件本身 一堆木马也一起被塞进你的手机中 想要安装这个软件 需要授权8个权限 在一些不仔细 或者网络白痴的操作者中 或许直接就全部允许了 甚至有的用户点击不允许 软件还不让继续安装 实在是流氓 不过要是真的按照他的要求 开启这些权限 你的手机就可以和你说再见了 通讯录像册 储存卡内容 全都透明公开 甚至还能直接定位使用者的位置 这可一点都不夸张 读者本以为 安装完以后就可以过过眼眼的 但没想到 软件 还想要授权五个功能 其中就包括摄像头 这么敏感的东西 一旦授权对方就可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偷偷开启摄像头 录制视频 不过为了测试 读者还是同意了 进入软件后 果然如同想象一样 到处都是白滑滑的身体 结果读者还没来得及 看看全部功能 就收到一条信息 原来是托儿 小姐姐上线了 进入软件 一般情况下 会有两种套路 第一种就是客服主动找你聊天 把人聊得七昏八素 等到目标心中浴火中烧 热血澎湃 准备干点什么的时候 客服小姐姐就会以门槛 美女上门服务等借口 诱导用户去刷单 充值或者是赌博等等 一步步骗去你的钱财 一旦你付了钱 那些小姐姐就会立马转身 给你say拜拜 当然这种还算是比较好的 虽然钱包吃亏 但对生活影响不大 真正可怕的是第二种套路 用户下载APP后 还是由女人主动聊天 只不过这一次的尺度要更大 更刺激 怎么个刺激呢 就是坦诚相见那种 如果你同意了 那么APP就会获得你摄像头的权限 你这头刚把衣服脱完 兴致勃勃的 想看看小姐姐时 对面立刻就变成一个黑脸壮汉 还把你光溜溜的身子 全都露了下来 并以此为要挟 给你要钱财私了 不然就公开发出去 让你身败名裂 严格来说 这也算是一种仙人跳 有的观众或许会说 这么弱智的骗局 能骗得了谁啊 要知道整个中国有14亿人口 只要目标基础大 总会找到愿意上当的人 在网络上 果疗被诈骗的例子 也一抓一大把 接下来读者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虽然对方说的都是废话 但这个克服的毅力却相当惊人 很快就发来了十多张大尺度的照片 因为尺度太大 所以读者就不分享了 不过这些照片 全都是在网络上找的大尺度写真图 根本不可能是他们的员工 接下来 对方就该约地点了 为了把你的期待值拉满 克服还表示 女孩会带一些小道具出来 要是一些纯情的少男 可能就该沦陷了 这时 对方又发了一条信息 不穷比鉴 刚才的一切铺垫 都只是为了骗钱而已 想和照片上的女人见面 没问题 但先交钱 一般来说 这些APP的客服 都有一套专属的画术 和客户画像分析 读者之前表现出的态度 就属于是谨慎性 不像是能冲动消费的样子 不过尽管如此 对方也没有放弃 反而是贴心地挑了个 最便宜的98套餐 能骗一点是一点 但大家不要以为 98不过就是小钱 被骗了也没什么损失 实际上 选择套餐之后 对方还有各种理由 继续榨干你的钱包 包括但不限于 打车费 道具费 餐补 保险 服装钱 定金等等 你要是不继续给 前面钱就算是白费了 但要是继续给了 所有的钱 就都是人家的 拒绝客服提议的 98元套餐后 对方把读者 拉进一个 1500多人的群聊里 光是美女 接待就有27个 但别看数量不少 要是没猜错的话 1500人里 拖大概在 1450个以上 进群之后 这群托就开始演戏了 套路也很简单 就是分享自己的成功经历 有人在下面 很耿 让聊天看起来 更真实一些 不过 1000多人陪着 一个人演戏 说实话 这待遇可不是 一般人能够享受到的 这个群里 也有在读者之前 被拉进来的倒霉袋 对方发出质疑后 立马就遭到 接待和托们的反击 我已经报案了 或许是此时 这位幸运儿 最后的倔强吧 不过以读者 对这种诈骗软件了解 就算是报案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 对方最多 就是软件被封 然后改改代码 几个小时 就能绘图转生 换个马甲 继续诈骗 看到这里 基本上对方所有的手段 就都用完了 如果你还不上当 他们就会放任不管 寻找诱骗下一个猎物了 不过 这些人不会把人 踢出群聊 因为说不定 有人的欲望 就战胜了理智呢 尽管希望渺茫 但总是有可能的 严格来说 这种骚扰短信 附在软件里 从一开始安装的时候 就设下陷阱 索取了手机的各种权限 即便是没有被软件偷拍到 他们也会通过手机摄像头 偷拍一些生活中的日常 来敲诈 或者是当做资料 收集打包后出售 这样的数据信息越多 大数据推算的就越精准 一些正规软件 也是差不多的操作 比如偷偷打开语音 兼听聊天 悄无声息的 兼是游览界面 收集你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反映 大数据精准的吓人 明明是和朋友聊天 提到的东西 马上就能看到 相关推送的原因 顺来一提 很多赌博软件 套路和这种视频软件 都差不多 赌赢几把 就能送个美女 赌博 能看客观身体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 受害者除了被偷窥之外 什么都无法得到 所以 如果不想被骗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去点击 下载任何不明来源的 链接和软件 至于读者在一开始提到 那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 能拿到手机号呢 是哪里把我的信息泄露了吗 没错 事实就是这样 在社会上 存在一条相当完善的 个人信息产业链 身份证号 姓名电话 籍贯住址 银行卡号 应有尽有 而且都是几万人 打包在一起的 价格也不贵 也就几百几千块 最后 虽然老生常谈 但读者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天上没有掉馅表的事 千万不要 音小时大 落个人才两空的结局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在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